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以色列人工智慧AI晶片公司Hobana Labs的联合创始人David Dahan和Rain Hanouz已离开英特尔公司,在以色列特达维夫创办了另一家AI公司Touch。 他们将与之前的同事非常成功的企业家Avictor Williams联手,或者是这家初创公司Touch的董事长。 Avictor Williams似乎已于2021年离开了英特尔。 据推测,Touch公司正在开发推理晶片,并对其进行了优化。 其工作环境不是大型资料中心,而是小型企业和本地伺服器群。 英特尔此前推出了两款由Hobana Labs开发的AI晶片,Gaudi1和Gaudi2,但未能从市场领导者挥打手中,夺得市场份额。 Gaudi3将于2024年推出,但计划没有实现。 Gaudi3的GPU内核将并如英特尔的Falcon Source HPC处理器。 该处理器将于2025年采用自认等效1.8nm的Intel 18a工艺。 资料显示,Hobana Labs是由Ivictor Willens,David Dahan和Ran Halus联合创立的一家位于以色列的AI晶片公司。 Ivictor Willens担任董事长,David Dahan担任执行长,Ran Halus担任副总裁。 2019年12月,英特尔宣布以20亿美元收购以色列云端AI晶片创企Hobana Labs,但现在其骨盖人员,看见英特尔新品难以盈利,都纷纷选择离开。 在此背景之下,英特尔正在权衡削减亏损的选项,包括可能分离或出售晶元代工部门。 8月底有消息称,英特尔正在与投资银行家讨论各种方案,包括拆分其产品设计和制造业务,以及哪些工厂专案可能会被取消。 另外,英特尔董事会正酝酿9月召开重大会议,讨论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Pat Gelsinger和其他高管提出的削减业务,以节省现金的建议。 据报道,潜在的选择包括出售其可编程晶片部门,Otera,转让旗下自驾技术部门,Mobileye部分股权,以及出售其代工厂和其他几项半导体业务。 马来西亚是英特尔在美国以外最大海外工厂所在地。 英特尔马来西亚公司批用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例如组装和测试制造、设计和开发、全球共享服务以及区域销售和行销,其中有98%的劳动力是马来西亚人。 根据英特尔马来西亚网站,该公司为该国每年的电器和电子产品出口贡献约20%,自1972年以来,英特尔已在马来西亚投资约320亿令吉。 英特尔是70年代初首批进军槟城的跨国公司之一,为槟城成为电子和半导体的区域中心奠定了基础。 消息人士称,英特尔已部分暂停在马来西亚冰城新晶片封装和测试专案,该专案是三年前宣布的大型投资的一部分。 这家先进的晶片工厂于2021年宣布建设,英特尔承诺在10年内投资70亿美元。 当时报道称,这项投资将在该国创造4000多个英特尔工作岗位以及5000多个建筑工作岗位。 此举是在现金流问题导致英特尔暂停派息并开始在全球裁员的情况下做出的。 部分停工可能只会影响英特尔的新工厂,而不会影响其现有的业务。 英特尔拥有约14000名员工,还向根据全球计划裁员约15%。 这意味着马来西亚超过2000名英特尔员工面临失业的风险。 该晶片制造商称,大部分裁员将在2024年底前完成。 据了解,裁员程序已经开始,员工可以选择加入。 对于那些在英特尔工作多年的员工,可以选择退休计划。 还有另一种选择是自愿离职。 管理层将评估选择加入的员工人数。 只有这样,他才会决定是否进行额外的非自愿离职。 由于英特尔高层9月公布业务战略,马来西亚将成为重点关注的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冰城首席部长曹关尤,此前还在表示, 英特尔将继续在冰城的扩张计划。 英特尔100亿美元的成本削减计划将如何影响槟城尚不得知, 但其暗示这家科技巨头可能不会裁员。 消息人士称,英特尔正在重新考虑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世界各地区的新投资。 消息人士详细说明,专案是部分暂停。 称,英特尔在槟城八六百的新芯片工厂的建设仍在进行中, 但工人人数有所减少。 消息人士称,此前他们一直在将设备转移到正在完工的地区, 但现在设备搬入已经停止。 管理层正在制定一项战略,决定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哪些专案。 预计到九月底,八六百新工厂是继续还是推迟将给出结果。 英特尔处于救亡图存之际, 外界正热烈讨论英特尔将进行一项重组计划, 可能包括切除不必要的业务,并调整资本支出, 包括出售其代工厂和其他几项半导体业务。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这家美国晶片巨博英特尔可能在公开市场出售 或向第三方定向转让旗下自驾技术部门Mobileye部分股权。 知情人士九月中旬透露, Mobileye持股88%的英特尔与全面评估的过程中, 考虑出售Mobileye部分股权。 除此之外, 英特尔也在权衡其网络和边缘业务的选择。 9月稍晚, Mobileye将在美国纽约举办董事会会议, 讨论英特尔潜在计划。 成立于1999年的Mobileye提供自动驾驶系统软体。 这家总部位于耶路撒冷的公司于2002年在美上市。 英特尔去年出售了部分Mobileye持股, 募资约15亿美元。 英特尔出售主因是为了集资, 执行厂基辛格试图引领英特尔重返荣耀, 希望借由兴建新晶圆厂并改进制程技术与台积电和三星电子抗衡。 不过, 英特尔继续出售Mobileye恰逢不利时机。 该股今年迄今跌幅约71%, 市值约102亿美元。 该公司预计将连续第三年亏损。 当然, 这一系列举措还不够。 据两位知情人士近日透露, 高通已经探索收购英特尔部分设计业务股权的可能性。 以丰富其产品组合。 高通已经考虑收购英特尔的不同业务。 英特尔目前正努力创造现金流, 希望剥离业务部门并出售其他资产。 消息人士称, 高通高管对英特尔的客户端PC设计业务非常感兴趣, 但他们正在关注该公司的所有设计部门。 但高通收购英特尔包括四伏器业务在内的其他业务意义不大。 市值1840亿美元的高通, 以智慧型手机晶片而闻名。 苹果也是其客户之一, 该公司几个月来一直在制定收购英特尔业务的计划。 消息人士称, 高通的兴趣和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可能会发生变化。 总体来看, 英特尔突如其来的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都是在其今年8月公布了灾难性的第二季度业绩, 宣布裁员15%, 并暂停派发股息之后发生。 高管们正在绞尽脑汁, 努力思考如何继续为公司的制造计划提供资金, 并创造现金流。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